拍摄队伍在早上的10点15分抵达现场 火势已经从第一间的脚踏车垫 蔓延至第二间的家庭用品闪电 根据消息来源 火势从8点30分一开始烧起 消防车在9点41分抵达现场 展开救火行动 现场的气氛不见得很紧张 只看见消防员的行动一点缓慢 似乎有信心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火势 虽然现场一共有三轮汽火车在救援 但是消防员缓慢的行动以及消防栓的不足 导致火势一直不能受到控制 我们来到火灾的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的呢 这一间店是从9点半开始火灾的 这样子呢 现在它的火势呢 已经慢慢的被扑灭了 现在它的火势已经蔓延到第二间店了 也就是从10点开始烧起 烧到现在已经是11点半了 然后在15分钟之前 也就是11点15分 他们才从后面撬开了门 然后现在才尝试从后面的门开始扑灭这个火势 然后现在如果呢 这个火势还继续的再蔓延下去的话 很可能会蔓延到第三间店去 一直到11点45分 乃至八打零的银梯救火车才赶到现场 民众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效率还要改善 还不够 因为啊 在我旁边的朋友 他们都感觉到啊 他们的工作态度啊 很慢 动作很慢 是这样 还要改善 因为这个屋子差不多要烧完了 我们也是非常遗憾 这个不是第一宗了 在我们的门大令街 也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宗 不过这个是个很古老的城市来的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必须在改善之中 在九点半的时候 第一间已经在少 第二间还没有被国际了 如果消防员呢 能及时救了第一间的话 第二间第三间就不会少 我们也希望他消防 消防车能够尽快来救的 他已经到了 对 水源的问题 防防这个水源 因为他们很久的建筑来的 所以在这个提升方面啊 我们现在有志工 志工会全面的领养消防权 所以领养过程之中 在策划 有有图 那么每一个月 轮流的去检查 那怎么会帮助这个灾民呢 我们福利部的官员也到了 那么现在马上的日常用品 他会就即时送到了 那么国会议员有灾难的基金 所以他会马上拿线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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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楼上是放锅的 没有住的 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住人 没有住人他就有住人就好 有没有住人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